有時我在做健身 別人一直在聽音樂 我在聽經文 我閉著耳朵就在念經 怎樣去到我一說那些人 你瘋了 喂!喂!喂! 那些群眾好像受汗一樣 變成好像黑社會出來講素 再加上你說生死的話題 其實沒什麼人敢碰 說真的 死可以怎樣 有一個完美的結局 任何的戲 死就是結局 無論你最美的戲 我講除了喜劇 最浪漫後有人死 羅拔歐與朱麗葉 你警匪片不用說 一定有人死 那些通常是結局死 但如果我們好像破地獄 死就是開頭 根本就是 死就是主題 其實很難搞 你還要拍得出來好看 基本上這個是不可能的任務 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我說 你有機會去參與 他拿一個提案出來 破地獄 我承認 這件事真的承認 還要跟許冠文 那種重量感 你會覺得 就算我不夠 有Michael在這裡 那那個重量感夠 一個這麼重的大題目 又是Michael 你看看一張照片 你看一看他 他就是有資格搞這個題目的人 因為我會覺得 我沒有想過 我跟他神算之後 還有機會合作 其實是 特別是他近年 他已經很少拍戲 再加上這個題目 好像不能夠再合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最開心的是 對著一個神 另外對著一個 比神 稱之為神的神 最棒的那個位置就是 當去到現場 On Set Rogate的時候 甚至乎不是Rogate 就是On Set我們討論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半點要令到你懼怕 或者有壓力的狀態 我覺得這個是 我作為他們的對手 是很舒服的 很信任的 兩位我剛才未見的時候 都很緊張 但是很幸運 紫華森就很好的 很Nice 會令到現場氣氛 大家都很放鬆 麥可先生就是 我程度上 因為他在戲裏 都是我們的一個 叫做炎父 所以我們現場的時候 其實都很像的 都很像這個感覺 其實我對任何人 整套戲都是不斷發脾氣 所以對我來說 每天都是這樣 敲黑臉 處於一個這樣的狀態 確實有些氣氛 我是有少少擔心 因為麥可先生是一個很專業的演員 有些跌 自己跌 那些氣氛 他都堅持自己親身上陣 這些會令我有少少 我要告訴許太太 不應該這樣 許太太你老公 很不疼身 是呀 他真是會 第二天 他自己跌 他堅持自己 導演都說不要 不如找替身 或者你走一走 他說不用 然後跌完 還要有些洗澡洗頭的氣氛 那段時間是冷的 我們拍攝的時候 他濕著頭 他經常說 要不要再來一剔 我們都怕他會冷 他又完全是OK 所以很厲害 原來跟先人化妝 說要打針 某些位置 他會怎樣塌陷 有甚麼位置會塞一些東西 怎樣幫他潔淨 其實整套東西 你會發覺 還有你真的見過 他真的做這件事 例如我們幫先人化妝 我們的導師 他真是一個很 很時尚的人 他本身 你真的見到他 你會以為他是幫藝人化妝 原來他是幫先人化妝 但我自己最深刻就是 其實真的每天都在進行著 不過我們看不到 我們對這些很避忌 好像是一世人發生一次 但其實每天都不停地發生 每天都有人 你想想 整個紅磡某程度 都是跟這件事有關 你走到街上 其實很多人都在做這件事 生死就是這麼密的一件事 其實是 我原本準備和去到現場是很不同的 因為那一群藍和師傅 即做藍和師傅很投入的 我原本都是想著 靜靜太太講完那些說話 為何去到我一說 那些人 神經病 很像像那些群眾 不是的 劇本沒有這些反應 只有幾個人出來跟你說 你這樣不合規矩 只有幾個大人出來 為何去現場 是傳 還未說髒話 好像對著整班 好像黑社會出來說話 那場戲 因為我們的副導導演 都很威風 你反應一下好 你知道我們群眾演員 零至一百 突然 每個人都想八九十 那你就 在我心目中那場戲 原本是二三十就夠了 只是講道理 大家 原本的情緒不是這樣的 原本是不需要激動 你去到沒得不激動 原來是一個人 對著百人在砌 挺有趣 始料不及 去到 我好像學了 我想大概 結合的時間 我想兩個禮拜 當然 我中間還會自己練 自己記 然後消化 又見師傅 又跟他們聊 對於我來說 那些 重經那些是有難度的 因為你不可以唸口 你唸口網 其實你很難記的 你一定要知道 他裏面的意思是甚麼 那 這個是難些 對於我來說 又要不分咒夜 起床又聽 然後一有機會 就塞著耳朵聽聽聽聽 因為我自己身體協調比較差 我就要求早一點開始練 我就練了九個月 另外 九個月應該可以入行兩次 我覺得 其實應該是可以的 可以的 最壞女生不可以做 如果可以 我也想試試 另外對我來說 難度是 那些經文 真是難度 還有很多時候 在拍圖中 或者拍這場 導演說 你唸完這篇 但其實 你真的很難記 真的很難記 所以 你在駕駛車那時聽 有時我在做健身 人家在聽音樂 我在聽經文 我塞著耳朵 我正在唸經 我正在唸經 我正在背 做男學 全男 全女 傳統 可以的話 我做了 她很OK 她們 教我 她不會說 你是女生 我不教你 她又沒有 但她當初不太明白 當初 因為我們找過兩個師傅 教我 當初的時候 她們都不明白 為什麼你要做這個儀式 是你撒檢 但是 說完給她聽 我們的劇情是這樣的 就是因為覺得 為什麼全男全女 我們覺得應該這樣 她們就不明白 她們就很願意教 明星 是否才藝表演 走來學破地獄 前陣子我去廟 講開這部戲 剛好 以前是藍王師傅 她馬上考我 她突然東方風雷去 然後我就像磁磚殺寶台一樣 你明白嗎 好像 她說自己人自己人 有點像黑社會 沒錯 很少 你見到洪朱康做一些破地獄 其實是一部分 我們學了差不多全套 整套路 對 有些手勢 其實是幾部分的分開 我們拍了一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 某程度上 我們都很了解 整個過程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基本上 真的可以合作做一間公司 沒錯 考慮一下 我不怕 我怕的是 我要做這些角色 但是這些角色是斷章取義的 只是做表層 我會怕 但是 在戲裡面我覺得不是 所以為什麼我說 我不認同 因為 很多時候 都是那一句 你不可以 判斷 一個人的人生 他走到 他有他的選擇 哪怕可能眾人覺得不好 但其實他可能有很深層的糾結 那些東西才是我們需要去留意 或者我作為一個演員 在一個角色裡面 需要找的就是那些東西 所以你問我 他表面上好像是一個很賴皮的哥哥 或者一個兒子 但是其實他 其實他在一個地獄裡面 是 他在他的人生地獄 沒錯 就是他其實 如果要說不好 都是他老婆不好先 他老婆 根本 你的命運 在戲裡面 其實大部分男人 就是老婆說了事 老婆要相信這個教 你的教 老婆要走 就走 其實 他作為一個 外家庭的人 而我本身 我是很 在我生命裡面 我都會很欣賞一些 他們能夠有勇氣 脫離原生家庭的 某些基本的人 因為 很多時候我們成長 或者處於這個世界上 很多對錯 而這種對錯 其實很大部分 是你的家庭告訴你 但是原生 你本身 你自己需要些什麼 你想要些什麼 很多時候都被這些概念 去蒙蔽了 變相有很多壓抑 而 你見戲裡面 好像他在一個 最需要他的時候 他離開了 但是 我去處理這個角色 我同時就會想 如果他不走 他等什麼時候 我反而覺得 他是一個有勇氣 他不知道他會被世人 所推罵嗎 他一定知道 但是他為了他下一代 他沒有辦法不敢做 所以我覺得他是痛苦 很勇敢 而他那種賴皮 對於我來說 其實是他在地獄的生存機制 他如果所有事情都要重視 他就像妹妹一樣 但他不可以這樣 所以他算了 他上來 他口硬深遠 他一定要這樣看 否則他很難過 他的生活 是的 生人怎麼會消毒 你不知所謂 我不是的 生人都要破地獄 生人都很多地獄 我覺得這個戲的好處 名字 其實不知不過 我們拍的時候 我都不說得那麼塌塌陷 我們說破地獄 其實某程度 在戲裡面 他有他的地獄 他也有他的地獄 所以他敲了黑面 一天到黑 其實他也是生活在地獄裡面 我又有我的地獄 文哥也是文哥 大家是怎樣破到這些 而這個地獄最終 你就有最終的打大佬 就是真的 你玩完 那一刻你又怎樣破 我覺得很塌塌陷 所以我很贊成他說 其實他不是壞仔 他是一個處在很艱難位置的人 大部分人都是有這樣的位置 我真的覺得 郭志斌的地獄真的很深 其實表面上好像最不深的人 但其實他是最深 因為他已經選擇了一種狀態 是他不在任何情感上 或者行動上去解釋自己的取態 他只是做 我覺得我越大越似 覺得有很多事情 其實你不需要解釋 就算你是被世人所討罵 其實要明白的就明白 要不明白的話 你怎樣解釋也是不明白的 而到最後你 能不能夠選擇到 你自己真的想過的人生 我覺得這個是 我也在參透 但我會移去進入 文悅最大的地獄一定是 對他來說一定是家 我覺得 還有一些執著 我自己本身對我來說 我覺得 衛斯亞和郭文悅的距離很大 因為我不是一個這樣的家裡成長 我家裡是一個開心的家 但是拍攝之前 我也有跟導演談過 我說我跟文悅的距離很遠 無論他的性格 他的想法 他的生活都很遠 但導演說其實不是的 裡面一定是有你的元素 我寫了下去 最後我就看到 我的一些執著 就是跟文悅一樣 我是跟他們很不同的 他們是 他就是在這個醫療界的 根本是每天跟生死在搏鬥的人 他自小就已經是入了行 文哥也是在這些行 我就是搞婚禮的 我是開開心心 原本每天來就搞氣氛 我是原本 我的角色的設定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是由一個這樣的世界 進去一個 我一來就 第一天就去執骨 我覺得我是代表了觀眾 一般觀眾 一般人 由我們遠離這個世界的人 我不是住在紅磡的人 你入了紅磡去住 你每一天去面對 他對杜生的影響就是 等於對一般 我想我是代表了觀眾 你進去看的時候 當你是在我的位置 你以為你不受影響 你以為你可以進去裡面 只賺錢就可以了 但你只要稍為有些深的人 你就會知道那件事不太簡單 當然大家看整個戲 你會知道 某些時候 這件事是奪得他命的 他都要去學習 去面對 去破這個地獄 我想在戲裡面大家都會看到 當他第一次幫一個人 一個家庭去做這個臉狀 而當那個人來感謝他的時候 他真的有覺得 我們又做拍戲 你又或者做賣東西 我又做婚禮 可能我們一生人最幫助的人 就是賣旗 但你是未試過 原來我幫過這家人 還有臉狀 那個人是會這麼感激我 你是覺得我真的 某程度我救了他 我想對 原來這件事是這麼重要 我想是由那一剎 導生這個角色就知道 等於做醫生 不是為了賺錢 同樣導生都是 原本 不只是我在這裏有錢賺 做一個奴族 原來我真的幫到人 而幫這下還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時刻 因為你幫的人 是他和他最親愛的人離開的 那你這下幫他 不幫到他就是這下 令到他對整個殯儀行業 有很不同的感受 我是因為拍完這套戲 令到我和一個想著 不會再和他見面的人吃那頓飯 是令到我和他失懷 這套戲裏面有些 令到你適懷 寬恕 本也沒有爭賺 不會的了 不會的了 不用見了 我看完 唉 也要體諒一下 反而不是體諒一下 不要看那麼多 很多東西看不完 在一生人裏面看不完 我做這電影給愛中 一生人看不完 又何況放鬆一次 是釋懷了才去那一頓飯 起碼在那一頓 那一頓都未得 就要看多一次 肯定了一些對生死的看法 因為我和阿妍都 我覺得在看法上挺貼近 很多時候我經常都說 到死後你會否成為孤魂野鬼 就是在乎你在生的時候 你有沒有好好處理你的執著 或者你的糾結 麻煩的就是 你要去處理這些事情 你又急不來 那你怎樣可以用一個比較鬆的狀況 你不要再製造更多的地獄 給自己 給其他人 我覺得這是我很有感覺的東西 是那個喜悼 對於死亡的這個儀式 沒有那麼恐懼 未拍之前 我會有很多忌諱 例如看到紙紮公仔 都會拜一拜 不明白為何對著紙紮公仔要拜一拜 或者看到靈車經過 或者對於靈堂 你會很害怕 很忌諱 但是拍完這套戲之後 反而你會了解這是一個儀式 就沒有那麼害怕 沒那麼無知 首先 因為我拍過破地獄這套戲 你知道 沒有遺憾 This is it 是這麼多 如果命運注定你是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 但你說有沒有 好 希望可以有更多合作 當然